兩名男子沒戴安全帽 還蛇形的串弄在巷弄內 逃離現場如此囂張 因為他們才剛動手K人 只見幾分鐘後警方來了 原來是一旁的外送員 正式被他們攻擊 他請他小貓的借他過 他不要小貓就不理他 就打他啦 外送員呢因為要拿食物呢 所以先把車是零停在這個位置 而旁邊呢還有一名騎士 但因為不滿呢 想要他移車沒想到爆發衝突 事發在學校晚上 台北市景美夜市口附近的麵店 事後被打的外送員 朋友PO文說他隔天昏迷 上網要急尋目擊者 警方趕緊追起 原來當天外送員 要來拿食物準備 外送一旁還有別的外送員 但中間卡了一名騎士橫停 對方似乎要他移走 沒想到爆發口角糾紛 騎士竟當場拿了安全帽 狂K外送員 嚇到民眾當場報警 盡量不要妨礙到人家 公德心啊 道德心就好啦 其實外送員平常在外頭拿食物 難免比較急都會臨停 但沒想到這回竟然卡車位被打 警方已經鎖定車牌 找尋打人的騎士 給昏迷外送員一個交代 這順利你相信台北採訪報導